那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被囚禁了 怕是 也难逃舒尔哈齐的下场 初音 你听好了 我回夜鹤 是我自愿的 没有人强逼于我 我想要回家 难道这也不行吗 东哥 你等着我 给我三年时间 我一定把你接回来 你在那边 千万要保重好自己 答应我 好吗 如今不占太卧床不起 古拉已亡 穷其一生也恐难再度还胜 我们夜鹤 孤军奋战 看来我们以后 要多为自己考虑考虑了 启禀大汗 夜鹤的金台石向明廷求援 明廷铸府顺李永芳 派出游击官马石南 周大齐等 带领枪暴手一千人 分别住手在夜鹤的东西两城 同时 又介于夜鹤豆 骨 各一千弹 供给大锅六百口 暂缓了夜鹤的饥荒问题 夜鹤内部人心见稳 大明国最终还是出面干涉了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啊 传令下去 放弃攻取夜鹤 即刻撤回鹤图阿拉 是 等等 退兵之时 休书一封于吕永芳 向其解释 剑州与名无贤 从夜鹤退兵一时 碍于大明国出面干涉 乃不得已为之 近日 蒙古喀尔喀部派使臣前来赫图阿拉 献上供礼 愿与建州交好 扎鲁特部注目于开元西北 新安关外 在喀尔喀五部中 在喀尔喀五部中 实力最为强大 拥有骑兵五千余众 蒙古将是一个实力庞大的盟友 扎鲁特部愿将两位格格 送往建州 一大城满猛联姻 戴山 在 蒙古扎鲁特部 忠嫩贝勒之女就许给你了 是 蒙古二太 儿子在 我将扎鲁特内齐汉贝勒之妹 许给你 下吗 你们二人明日启程前往 沃鹤渡口 迎娶二位蒙古格格 是 蒙古克尔沁部 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一方势力 他们欲同我建州联姻 王乃迪 你怎么看啊 黄乃迪 你怎么看啊 我自愿 迎娶克尔沁不可可 好 那我便将克尔沁 芒古斯贝勒之女 博尔纪吉特哲哲 许配给你 谢阿玛 你退下吧 你退下吧 是 不必 不必了 也无需多虑 折折远嫁 不过是为了建州与克尔沁 能够修好 永迁和平 夫妻之间 能够相敬如宾 亦实处难得 折折不敢奢望更多 那你不妨跟我说说 怎么个相敬如宾方 相敬如宾 即使爷的私事 折折绝不过问 我的私事 倘若是我心中 另有其人呢 折折直派 能与爷做个名分上的福气 今儿夜也深了 爷先在此处歇息一晚 我令宿别处 如此更好 罢了 替我更衣吧 哥哥 哥哥 建州那边传来消息说 爷在霍尔齐城 迎娶了科尔沁部 芒谷斯贝勒的哥哥 是哪位爷啊 是 是 是他 消息属实吗 奴才已经反复确认过 很多遍了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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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没事吧 他身为一个阿哥 赌取几位妾室 也是应该的 应该的 应该的